112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在26日下午舉行 邀請所有新生家長與會 透過講座討論 將師大學習環境與制度分享給家長 怎麼樣培養他的心機 其實是最重要的 在很多頁的探索 那他未來 因為他想要練博士 他想要練熟師 他自然就會走到那一條路 我想我們都尊重學生 我們也努力學生 跟照自己喜歡的方向發展 只要說對學生好的 我們都歡迎 座談會邀請親職專家陳其正 用紀伯倫的詩詞逐段分析 提供家長面對步入新階段的大孩子 如何陪伴成長的參考 他們是扮演射箭的 透過我們這把拱 把孩子設得又圓又快又急 孩子的生命即將開始起飛 希望各位家長 我們都能夠開始學習 照顧自己 不怕高 成為孩子生命旅程中 最美好的祝福 隨著116級新生 在8月26日開始搬入宿舍 師大為新生舉行的活動 也一一開跑 包含新生家長做談會 新生營博樂大學堂等 期待新鮮人能在師大找到理想 小人記者冯玉芳採訪報導 小人記者冯玉芳採訪 點心 小人記者冯玉芳採訪